好了,接著是下一套,下一套就是今季非常平凡日常的校園劇 不是平凡的嘛 我覺得你的平凡日常跟你有些差距 你的平凡是怎樣的呢? 難道你的校園也是差不多的? 其他簡單,就是公共時間解,這位男主角 不要回覆你的問題,隨便吧 夏環一轉韓之前,去一個很和平又靈靜的小村仔 有來的劇情很熟悉的 其實很王道的原創會 給你一個寒蟬才說 其實都不是寒蟬創的 說一句就是,龍騎士07就最喜歡玩這些老緊的 村這些很常見 在鄉書書,讀書入讀學,入學,在這個學校有些規矩的 每個學生要遵守一個自律性 要聽一些不知其他人的話 好神奇地,班上有一個女生叫Misaki 就沒有人理她的,又不會人埋她身 那男主角就見獵心起,想要逼她的女生多可愛 然後被人說,你不要接近他,我有危險,又怎樣怎樣 然後那些同學又對他容言又止,又說你要不要怎樣怎樣 有些批個業手,什麼生活支援,不知道什麼東西 總之對這件事很奇怪,他又不太明白這件事 又不知何做什麼,好像對他有些被隱瞞著他 因爲滅沙希也很秘密隱瞞著他 然後這個很平凡的學生心,他就這樣開始了 重點就是第一集說到有一個叫Misaki人死了 你不給賭罪嗎? 就是重點在這裏,我們現在要想的一件事 究竟男主角他處於這個環境 是他們一開始叫人說那件事正在發生 還是那件事已經發生了之後 去到他們現在是Another,這個故事開始了那場景 即是會不會第一集是一個賭罪 是一個賭罪,是順序還是賭罪 你見到他的親戚是靈知他的姐姐還是什麼 他說他在歌讀書的,但他完全不知道Misaki這件事 如果他知道應該跟他說這些恐怖的事,應該先跟他說 但沒有說過 這個是比較吊詭的地方 即是可能他的姐姐畢業了之後才發生的事 或者是之後才發生的事 其實很簡單,即是發生很簡單 Misaki被人嚇殺欺凌而已 所以就是說那時候的吊詭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他說到應該是一個故事的結局 還是一個故事的開始 總之來說就是Misaki 可能會有人死了 第二集也說到 醫院裡面有一個人 Misaki或者類似的名字的人死了 暫時為了提供了一點線索出來 但是他也沒有說到很清楚 你坐龍勝而已 是,是虛光嗎? 事實上一二集真的鋪了很少的東西 福北也有很多的 但他真的帶到一些比較明顯的東西就沒有了 但顧目為陣 其實我以為會查查會死了 但沒有死到 很正常的 會查查會? 即是第二集男主角叫八十一護士查查 那是誰死了 你以為一開始沒有回來的女生會死了 有會死 因為他查會不會查 這個星期內會不會有人死過 查到誰死了 不知道又死毀了 但他沒有死 又說他死了嗎? 就是沒有死 真是很正常的劇情 他死了就有鬼 你以為是連環殺人事件 但又不是 Misaki死了 一聲就死了 原來是這樣的 但又沒有死 他的定位上有點不同 雖然有看過漫畫的人跟我說 這個先補出一點 原來是小說 再改編漫畫 然後動畫是用漫畫人切去做 還是跟漫畫劇情 這個我不肯定 總之就是 改上改 直以重改編 我不要肯定他是改漫畫劇情 跟小說劇情 總之是用回人切 但漫畫上被讀者說 就是 不但懸疑還有恐怖 但動畫就 恐怖沒有 可能有音樂做得好 音樂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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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全程都是 你見到這些場景都會被黑暗的 而且他的音樂是懸疑 或者是恐怖的那種音樂 所以這個流程 看完兩集都覺得會有那種氣氛 其實你會見到的整個動畫 沒有什麼藍天白雲的 就算平日頭發課 那個T字眼紋沉沉 好像是死的 音樂做得好 音樂做得好 我想可能這段的恐怖 就不是那些 真的嚇你那種恐怖 而是氣氛上 心渴那種恐怖 日式恐怖 的確是 這個是講另一種恐怖方式 不知為什麼 我也覺得 怎麼說呢 那個學校 好像說 雙馬尾那個叫什麼名字 雙馬尾那個 雙馬尾那個 全美 他經常都說 以為男主角在這裏出生的時候 他是不是小時候對他一見鍾情 我覺得你以前那些 許了一分的男生來的 你終於回來 是不是你 他一直是懸疑劇 你不是以為自己在等待 那個夏天 但是男主角講得明白 他沒有印象有這件事 不知道 他又不像是失憶那些 會不會有雙包胎 那些 可能這個 就是針對 這一個禮鬼 就會吹柴一些非本村的人 才要求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執著 因為男主角是否這條村出生 這個問題 通常用在背景上 有一條封閉的村 就是一個外人入到村 通常有關鍵的角色 這方面都用這個筋 就是檢查他是不是這條村的出生 你出生 有三分親 可能你有些不知什麼特別的 即是外人 還是不是這裡的人 有些分別 總之 不知道什麼體質 有些血好味 可能有些分別 不知為什麼 血好味 如果你說我們半村出生 你的血跟牛尾血不同 有些什麼特別的要求 那我不知道 有沒有看過漫畫 有沒有看遠足小說 的確是常用的老筋之一 這個可以私有的方向 就是會不會這條村 有自己特定的規矩 有些村民才知道的 但是外人也知道的 那你作為你村出生 都算村民 但又不知道 那我必須要跟你說 如果你不是 那你死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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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會這樣做 不過我想可能是因為 頭兩集比較注重 怨疑和氣氛的鋪塵 所以有節制比較慢一點 其實就OK的 的確怨疑片應該這樣做 但是 可能會有點悶 因為他還未入主題 我想他還未入主線 可能還在鋪背景 那些學校之類 不停出那些人流 你有留意到的話 第一集 他剛來到的時候 他跟同學聊天的時候 那個鏡頭會移動其他同學 我看到很多角色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用完 其實他在想 那個位置 到底是 帶了一個角色出來 還是暗示其他角色 背後在做一些事 瞞著 新來的那一群人 瞞著做一些事 這樣 這不是很肯定 他帶出來的想法 想怎樣 我不知道他回到後 會做多貴 但感覺上 就這樣看那裡 角色很多 如果他逐個說的話 就很長 如果你說學生 有個地方比較留意 就是Misaki的桌子和其他桌子不同 比較殘一點 和舊一點 所以就像欺凌 可能被人寫花紙 或刮花桌子 其實有普通的校園片 大家不要想到 普通校園 你是不是經歷過這些 女主角被人欺凌 我只是以為是很普通的 一些懸疑故事會有的校園片 而不是普通的校園 全美就是整間班長的老大 暗地老大 對啦 就針對Misaki 可能是師生 那些師生姊妹 就不看不起他 大家集體欺凌他 免得被他叫走了 所以叫他回來 很簡單的故事 我搬起路根出來 有下來的校園生活 究竟是怎樣 男生公司的日常 對啦 這樣 不過 如果我喜歡 暫時劇情方面 我評價就比不太多 我始終還未入主線 但我評價比較高 就是畫面方面的零組 真的不錯 剛剛說到 還有灰暗的氣氛 與音樂的配合 BGM 運鏡照 帶了一些 空間感方面 做得很重 好像困在一個地方 他走廊特別畫得長一點 暗一點 而且近期沒有一些相似類型的影片 所以我都很期待 沒錯 零鬼比不太多元化 作品裡面其中一套 就是懸疑片 還有第一站 就是水倒路 這個監督 都是老手來的 之前 可能寫太烏策略 大家看他輕鬆搞笑 看到 Bless C 那些血腥 那類的東西都做到 所以這次 他寫懸疑 寫性點呢 他看下去才知道 畫面方面應該不差 我不知道 搞錯誤 但我怕他可能會花開 中段會有點崩 不過如果鏡頭回廊 你說他的質素崩 也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因為他始終不是賣局式 始終是賣劇情的話 如果是劇情做得好的 那少少崩 其實都可以接受 還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他這套靜鏡多 就算你有幾集 偷空減 你都沒有所謂 因為他靜鏡的 和PAWars一向 靜鏡都崩 PAWars一向都是畫畫面上的 畫面上的質素很高 而且PAWars畫景方面 也畫得很漂亮 其實他最辛苦畫得最辛苦 就是畫動作 現在也沒有什麼動作 還有就是跑步 PA堂跑步 應該不會有什麼 看劇情寫什麼 所以他畫得不差 我只是那句辛苦 而不是差 負擔又不大 應該也不會差到去哪 我就不擔心 即是開開要跑 又要做姑娘 又要搬頭搬椅 又要搬椅 這裡最記得是跑步 PA堂都沒事的 沒錯 沒錯 又是值得期待在這裡作品 他也補了一些角色 比如說看弱一點 都補了一些角色出來 所以他已經可以交織到一個 什麼的懸疑故事出來 這裡不是懸疑的 我都要建議這裡不是懸疑 怎樣 我正是校園生活 沒事的大家 我懷疑你的校園生活 很黑暗啊 你的校園生活 大哥 你是被欺凌那個 因為欺凌別人那個 唉 真的 我們下一部 好了 我懷疑 我懷疑 你